就算在台湾本岛挨骂也不怕 盖金夏大桥成为民众党总统候选人 柯文哲在金门的主打证件 只要一座桥 金门人看病从此不再苦恼 而且还能一鱼三吃 柯文哲极力拉票 趁要发展金门跟对岸沟通 蓝绿都在他之下 金门要发展 一有看起来唯一的机会是 选柯文哲当总统 国民党来讲 什么事都不要做 你也不会投给民进党还是投给我 对民进党来讲 不管做什么事 你也不会投给我 侯友宜坦白讲 我是不晓得他跟大陆 有没有交手过的经验 他只有枪战的经验 两岸和平是主轴 但柯文哲竞选期间的安全 则由身旁这一群随护守护 手拿4.5公斤重的防弹攻势包 为安滴水不漏 只是一抵达金门 却被民众拍到这一幕 玩下腰来捡起掉落在地的防弹攻势包 被笑很落惨 特勤中心回应 人员确实不慎造成 已经检讨 也会更精进 金门身处两岸最前线 柯文哲要抢选票 也得在当地需求中 找到最佳的选举战略位置 TVBS新闻李国正丽萍 台北金门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